欢迎来到AI时代准大学生 我想对你说公益分享的直播现场 在活动开始前 想先和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项目是由一群热爱创作和技术的年轻人 发起的一个公益项目 我们想联合社会上的有知知识 聚集一批有经验有态度有行动的先行者 共建一个赋能准大学生的苏格拉底式的交流广场 不定期开展一些有意思有意义的活动 共同探索技术追逐理想赋能学习陪伴成长 我们总共有四个主题 现在是在第一个主题 也就是时代浪潮工具赋能 本场的分享嘉宾是李立青 接下来由立青来进行他的分享 他的分享主题是AI时代的知行合一 好那我就正式开始了 好的 哈喽大家好 我叫吕静 大家可以叫我基米 在互联网上大家通常叫我吕立青 也顺带介绍一下 我叫吕静 我就会把镜子拆开变成立合青 因为我姓吕 所以我也同时在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捷带码 也就是做软件相关的产品 第二个则是做up主 因为做媒体和做产品 做软件都是有一定的互联网杠杆的 我希望通过产品和视频的方式 能够尽可能的帮助到他人 也是在网上非常巧合的一个契机 认识到小超 这样一个我觉得是特别有价值有意义的活动 所以也参与进来跟大家做一个 AI时代的这群合一的分享 其实我今年是30岁 我在想今年的主任大学生应该刚好是18岁 所以你看大家应该可能也是属机的 如果大家属机的话可以给我扣一个1 在弹幕区或者是留言 直接跟我互动 其实整场直播应该会持续一个小时 我会给大家先把我自己要讲的话题讲完 然后大家听到有随时有想要互动的 或者是你有疑问的地方 都可以在评论区直接提出你的疑问 我会在整个分享结束之后 我们再统一的进行一个互动 主意的绝对不会漏掉大家的一些问题 另外也开了一个手机端 在看大家的一些弹幕评论等等 所以如果大家有任何疑问 都可以及时互动出来 刚刚介绍了我姓吕 然后要吃两口饭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切入点 就是为什么我会讲AI时代的执行合一 执行合一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词 来自于文明 我们讲知识和行动 那么AI时代的到来 它其实引发了一个巨大的变革 就是AI它本身就是可以去执行任务的 大家如果想象了流浪地球 或者一些科幻电影当中的一些场景 我们人只需要动动嘴巴 AI就自动帮我们把事情做完了 那这样一个变化它会带来什么新的一些可能性呢 其实我是一直在有思考的 特别是因为我也工作大概有八年多的时间 所以我也一直在探索在软件行业 在整个互联网这个行业当中 我能够用AI来做什么 或者是回到我们这一场直播的一个母题 就是我们如何在这个新时代借助AI的能力 把我们的知识能够更快地转换为行动 这里我甚至给出了一个表达式 就叫做Action的Prompt 扩号Data Prompt这个词是提示词的意思 你可以理解成你跟机器对话的语言 就像我前面提到的 你指挥AI去干活 你所需要给出的指令 它就叫做Prompt 那么这样一个等式 就像我们学的函数一样 我们给这个函数一些参数 我们给它的是一些Data 比方说你自己的一些微信聊天记录 或者是你看到的文章 或者是你在B站看过的视频等等 它都可以称之为Data 我们只需要基于这些数据来做一个Prompt 也就是给它一个指令 这样我们就有了对应的行动 也就是Action 也就是AI会帮助我们去做哪些行动 就take action 执行哪些行动来达成你自己的目的 或者是叫目标 这是这个产节目的一个主题的介绍了 所以接下来我会讲到三个四个点 第一个点是我自己做了一款AI科代表的工具 BBGBT 然后后面提到了 我对于这款产品 从自身的角度有哪些思考 还有就是我会讲到 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动学习 学习的摩擦力代表什么 以及第四点 如何不羡慕他人 括号这个是励志片 大家如果有看过鬼灭之刃 大概知道是什么意思 OK 那么我们先从第一个点开始讲起了 就是我做了一款AI科代表的工具 BBGBT 它其实是一个 我们在看B站视频的时候 可以一键总结B站的视频内容 大家可以想象 如果我们这场直播被 大家如果去回放的时候 或者是咱们在过去的三年时间 可能有上过网课的经历 视频这种媒体 它本身是非常优势劣势明显的 一种传播媒体 你可以在声音和图像 各个方面 没知道对方在讲什么 但是你也会发现 视频是有非常大的缺点的 因为你没办法提前预知 这个视频里面接下来讲什么 这个up主 他要跟你讲什么 他给了你一个 他如何抛出一些梗 来让你持续的看下去 但是对于一些知识类的视频 他可能并不一定 你就直接想完整的看完整个视频 所以我就做了这样一个工具 你可以输入一个链接 从而你可以非常快速的 获得整个视频的一个AI总结 你可以在右边看到这个视频里面 所有的字幕里面讲了什么 这样的你学习的时候 就会有两种形态了 第一种形态是视频本身 第二种形态则是 这个视频所对应的字幕文件 也就意味着 你可以像读文章一样 去读整个视频了 并且你可以直接跳转 到某一个位置 然后直接看自己感兴趣的地方的内容 当然总结 也就意味着 AI会自行学习这部分的 视频的所有内容 并且给出AI的理解 AI理解这个视频 是在讲 GPT是一个什么样的工具 以及这个视频当中有哪些亮点 所以这就是 我做的这款工具的一个初衷 其实就是想解决 我们在看视频的时候 没办法获取到 自己最感兴趣的相关的知识 因为主动学习 是我非常强调的一点 也会在接下来第三点 来进行展开 特别是大家进入大学之后 主动学习这个概念 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大家如果在高中 或者是在初中的时候 你学习一个知识 可能是更多是听老师去讲 但是进入大学之后 我认为更重要的 就是你要去主动 给予自己的学科 或者是自己更感兴趣的 某些知识点进行自主的探索 而不再是听老师来讲 或者是跟老师来进行一个互动问答 其实最典型的就是你如何去借助于互联网上的一些信息或者知识 或者是在线课程来获取自己更大范围内的学习视野 其实就像今天这样一个讲座也好 或者是分享也好 我觉得最大的价值它并不是让你学到了某些知识点 是我作为自己来说 12年前我肯定没有这样的机会 或者是没有当时这样的一个网络条件 能够跟前辈们去学习 或者是当时的互联网上 其实还没有这么多或者叫up主 但没办法 我当时是没有办法有这样的资源去主动学习的 这里肯定就要提到 我们其实做这场活动的初衷 包括小超一直以来从事的通议事宜 它其实就是为了帮助大家能够打开视野 我们通常来讲它能够起作用的两个点 第一个点就是它在你的心里埋下一颗种子 你听了这场直播 可能心里可能知识点没有学到什么 但是你觉得我要往哪方面去努力 我找到一个方向心得 或者是在内心种下一颗种子 我接下来会主动的去搜寻 跟这个主题相关的一些内容 那其实就够了 而第二种可能是更加功利性的 就是你在企业培训 或者是你去为了考试去补课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你能不能把 你掌握的知识点掌握得更好 那这场培训之所以有效 其实是因为你之前已经对某些内容学的足够精通 而只是这场培训为你搭建了一个知识结构 更好的让你把知识点吸纳 吸纳好能够让你去应对考试 或者是应对职场等等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主动学习的概念 其实再怎么强调也不会过 如果大家是在网上学习 其实最常见的一种学习形态 就是去看视频去学 这里你比方说如果我要输入某个具体的内容 是自己感兴趣的关键词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直接搜索 比如说我只想看OpenAI相关的一些东西 你就可以直接看到自己感兴趣的位置 而不再需要你一点一点去拖到你想看的某个进度条 所以这个就是我做这款工具的一个初衷 并且因为我是既做了UP主 也是作为B站的观众 我是有两种角色的 一方面我是在生产内容 另外一方面我是在消费内容 对于生产内容 其实本质上我也得去一定程度上的做得足够吸引人 我首先要去保证我这个视频能够让被人看完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作为一个这个视频的观众 我也希望能够在这个视频当中学到我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这个时候我可能不需要看完整个视频 我也想得到我自己想要得到的 所以我就引发了第一个思考 AI时代其实带来了一种学习的自由 你会发现不管是在创作者端还是消费者端 我们的学习方式其实都有了一种自由度 我们输入的信息它不只是视频了 我们在看的时候 我可以直接看这个视频所对应的文本了 甚至我有一个AI总结来告诉我 我在这个视频当中应该重点关注什么 他这个视频讲了哪些亮点 对于输出来说 比方说我今天做完这场直播 我可以把它把我的整个文字稿同步的也输出出来 因为我这个内容的传播 或者是能够更有效的传达给我的听众 那它不一定是以视频的形态 因为很多人他的学习偏好可能不一样 有些同学他就喜欢看图文 这边我也做了一个文章模式 你可以看到整个视频其实它是有多种形态的 我们可以根据字幕列表来看这个内容 它也可以变成一个带有文字和图片的一个内容 然后这边也可以借助于AI 直接把这个字幕文件转成一篇文章 除了这篇文章你可以发在我的博客 或者是微信公众号等渠道 从而它可以触达更多的人 从而其他更偏向于图文 这种模式的同学可以按照他自己的偏好来进行学习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对创作者端的一个选择的自由 在屏幕前的大家你在学习的时候 也可以去把自己老师的课程转成这样的图文 再进行二次的复习也好 或者是第一次学习也好 所以我们就有了多维度的一个信息输入了 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小小tips或者是小技巧 这是一个氛围渲染 大家刚刚提到了我把视频转成了文字 相对应的 我也可以把文字转成语音 转成视频 因为很多的作家或者是写作者 他创作了一篇文章之后 他可以请人来把它做成有声书 或者是做成更有视频 其实我有时候也会印一些有声书 我这个氛围渲染说的有点玄乎 但其实大家可以理解成 如果我在写代码 我会一边放一些大牛们在写代码的一些作为背景音 就比方说有一些人他在技术大会上进行 他所带来的那种键盘的敲击声 或者是他在写作过程当中 所尝试的各种可能搜索 或者是你在抓耳饶塞 奇怪的一些声音 其实他都可以作为一种陪伴 你可以用这样的声音 作为自己学习时的一种环境音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学习的自由 你可以选择让自己的环境变得更好一点 有时候你可能在大学里面 发现警示里面其他人不愿意学习 但是你可以自主地去创作 在自己的小空间里面的一种氛围 而另外一方面当我有了这样一个BBGBT 来作为多模态多维度的信息输入的时候 对于我来说 我现在也愿意去看一些 在视频节奏上表现更好的视频了 因为那些不愿意我倍速的视频 可能它的意义会更高 也比方说我看电影的时候 就绝对不会去倍速的 或者是我去看一些风景类的 或者是听音乐 那绝对也不应该去倍速 它带来的感官体验 或者是情绪上的体验 其实远比它里面的知识点更为重要 那么相对应的 对于那些纯粹是知识类的 这种多形态的多模态的内容 来进行多角度的去消费它 这样的话 其实你看一遍视频也好 或者是看一遍图文也好 最后你走在路上再去听一遍音频 那么你对整个知识点 其实它的掌握也会更牢固了 因为你在不断的间隔的去重复 去复习了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做了AI课代表之后 AI带来的最大的一个变革 就是学习的自由 那么我们更进一步 如果在AI时代有了这些学习的知识点之后 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们以前是把知识学到脑袋里 然后再通过自己脑袋里面的神经回路 来控制自己的手或者是控制自己的嘴巴 来去说话或者是做演讲 那么你就可以想像一个置信合一的场景 就是我们可以直接介入于AI来帮助我们说话 或者是让AI来帮助我去写文章 那么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了 当你可以让AI直接帮你干活的时候 你还会怎么样去学习 或者是你还会认真学习 我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这个视频它其实是可以支持对话的 我们来问一个跟视频相关的问题 他说我问一下 XRGBT能发邮件吗 你看我这个是一个封闭式问题 他可能就是回答我是或者不是 如果我跟他说 请XRGBT直接帮我发一封邮件 大家可以四微打开一下 如果我们能指挥AI直接帮我们做事情了 而不只是给出一个回答的时候 它是不是就足够恐怖 因为我们不再需要把知识学到脑袋里 而是指挥AI 并且是强大的XRGBT来帮你干活了 所以你看XRGBT回答说 它可以通过插件连接第三方的应用程序 因此可以发送电子邮件 你在XRGBT当中选择适当的插件 就可以让他帮你去聊天 去执行各种任务 那么在你使用这样的提示词或者叫指令之后 你就把知识直接变成了行动 所以这里面是有问题的吗 大家可以稍作思考 然后可以给出自己的一个答案 如果有了这样一个万能的 甚至能力更强的机器人 它不只是在虚拟环境里面帮你去转换所谓的音视频 它甚至能够在现实世界里面变成人形机器人 然后帮你开车 或者是帮你去做菜 或者是帮你去打球 甚至帮你打游戏 对我们的学习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或者叫你还会那么认真的去学习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今天的分享也不一定是最准确的 而是我自己的一点小思考 所以这是我今天分享的第一部分 我们简单总结一下 BBGBT它带来了学习的自由 因为我们可以借助于AI 可以多模态的展现我们所学习的内容 然后作为我们创作者 也可以多维度的去生产自己的知识点 或者是分享自己的所学 而这其实就引发了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问题 就是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强大的AI之后 它能够直接帮我们的知识转换为行动 那我们还需要学习知识 所以我们就接下来进入第二部分 作为up主的一个反思 因为本身刚刚也提到 我作为视频创作的两端 我有两种角色 一种是我自己作为up主 我来分享内容 我前天应该统计了一下 我总共应该是改 这里有224个视频 当然这不全是视频 还不包括音频 那么对于视频应该是158个 那么做了这么多视频 包括长的视频和短的视频 如果当然对于我自己来说 我消费的视频就更多了 如果大家去看我的历史记录 那里面的视频肯定是数不胜数 甚至可能播放的时长 甚至到达几万 所以作为两种角色的切换 我的角度或者是我的反思 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启发性 当我们有了AI这样的强大的 摘要的能力之后 你会发现我们可以30秒 就看完一个视频 因为我们可以直接把 up主的视频被浓缩成 可能几百上千字 你可以意识到 如果我在B站做视频 我是不希望这件事情发生的 因为我希望有更多的人 能够完整地看完我的这些视频 但是对于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 我去看别人的视频 我又希望能够通过AI summary 通过这样的图文的方式 更快地获取自己的信息 那么其实这里面AI摘要本身 它只能是作为一种工具 所以我们先来看这款工具 它的现状是什么 我对它一个类比 是一头 AI摘要 其实它更像是一头 模糊的大象 这是我上一次 其他的一些直播嘉宾 进行探讨出来的一个结论 大家可以在刷视频的时候 看到评论区 评论区里面通常也有一些 课代表 就像大家在课堂上 某些课代表 总结自己的所学一样 它的一个理解 或者是互联网上网友们的理解 它其实都是模糊化的 而AI 它的一个总结 也同样的是模糊化的 我们对其他GPT的理解 可以认为它是 人类整体知识的一个模糊化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它其实无非就是 把整个世界上的所有知识 压缩成了几十个BPB的 再从里面找到一定的数据逻辑 再能够比较顺畅地回答你的问题 所以它给出的答案 一定是模糊化的 压缩化的 因为本身从一个两个小时的视频 变成200字的总结 它一定是有信息损耗的 那么这个带来的问题是什么 这个问题其实就在于 其实每个人对重点的理解和需求都不一样 可能你想学这个视频的原因是 第一小时23分钟的某个公式 但是有些其他人他学的时候 可能是想要理解 up主是怎么做视频的 甚至有些观众 他可能只是为了这个领域 他是怎么去执行的 或者是就有点像盲人摸象 有些人摸到的是鼻子 有些人摸到的是腿 或者换个角度来说 每个人的价值偏好也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可能觉得像鼻子最值钱 但是我觉得像牙可能最值钱 所以AI摘要的问题就在于 每个人的偏好 每个人的重点的理解和需求都不一样 那么这个问题可解吗 其实也是在于个人的选择是什么 如果你学习这个视频 你只是为了获得感官上的一种快感 学了就学了嘛 我也不做笔记 也不做任何的 你就图个乐 那其实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如果你要去消费整个视频中的知识点 那么我觉得你可以有一种学习的自由 选择的自由 你可以基于这个内容进行文本的高亮 我的意思是 就像你在书本上进行这样的 荧光笔滑线一样 你可以自主的选择自己所要关注的重点是什么 从而你也可以跟这个内容进行互动 然后可以基于某个知识点进行展开 比方说这里的对比价格 你就可以去询问XGPT 或者是去询问左边的AI助理 比如说XGPT如何对比价格 对吧 那么这样一种交互式的方式 就可以让你对某个重点理解更深 就完全取决于你的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 或者是你对于知识的渴望度 你如果对某个知识点 有了更深切了解的需求 你就可以更深入的去了解它 所以相应的 我做了这款工具 或者说我使用过各种各样的工具之后 我觉得工具的两个价值就在于 第一个它一定是为了帮助你提高效率 我们不说效率本身是 有时候我们不完全是为了追求提高效率 你可能就是为了 但是如果你是为了学习的效率 能够为了学习 把知识点能够吸收的更好 那么就一定程度上的接触工具 是有所帮助的 而另外就是工具本身其实是 会自带方法论的 你可以看到我在做BBGPT的时候 其实是带有了我对学习这件事情 本身的一个理解 我觉得做了一个 我们看完一个视频 你应该有所得 你可能会想要有这样一个知识导图的方式 来展来获得自己 弹脑中的一个 思维脉路 这样一个思维脉路可以帮助你去 更好的去消消费和吸收这些知识点 而另外一方面 我也希望在整个视频当中 能够主动性的看我自己想看的部分 甚至我还希望跟其他的笔记软件 就比方说我可以保存到 Notion或者是Obsidian等等第三方的笔记工具 从而我可以在未来某个时刻 能够去重新查看它 我不是看完这个视频 它就过了 我一定想要有所收获 而这样的交互方式 就能够带来说 我们学习的一个主动性了 所以你在使用工具的同时 你也是在学习工具背后的一个方法论 特别是工具的创作者 他是如何将这些方法论 在自己的产品当中落地的 所以你可以把工具看成创始人或者是团队 在发挥它的一个影响力 就如何借助工具 能够把自己的一些理念 或者是方法论 推广给更多的人 对所以这就是 AIRJR的一个问题吧 以及我们如何正确的使用这些工具 每一个工具 它一定是有自己的局限性的 而这取决于你自己的目标 或者是你的需求和诉求是什么 所以你就能够更好的去运用工具 帮助你达成你自己的需求 讲完这两个点 作为up主 作为产品的创作者 这两个身份 其实都有了大概的个认知 所以也就意味着 我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事情 就在于我对学习本身的一个关注 前面也有提到 反复的提到 就是主动学习 主动学习 那么主动学习最重要的一个点 就在于 学习的摩擦力 我们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有摩擦力 这就意味着我们平常做考试也好 或者是背书也好 其实都是在刻意的制造一种摩擦力 因为这种摩擦力 其实是让你感觉稍微有点困难 但是你努努力 又可以去把这个知识点想起来 那么这就是一个最好的状态 就是你考完一场考试之后 你觉得太难 或者是你觉得太容易 其实都在于 它的摩擦力可能是不一样的 这也是为什么每个人 他的学习程度不一样 他感受到的摩擦力 其实也不一样 那么这里就会牵扯到一个最最 及时的一个理论 叫做必要难度理论 这个是一对夫妇在 其实所有相关的学习类的 合体或者说 他的开山鼻祖 就是这个必要难度理论 就是我们在简单理解 你要学习一个东西 把知识从外界 传输到你的大脑当中之后 的时候 你的大脑一定要 有一定的思考 或者叫你的神经回路 对某个问题有了一定痕迹 你可以把它称之为记忆的痕迹 你才可能对这个知识 有足够深的理解 或者叫记忆 而这种摩擦力 你会发现这种摩擦力 在AI的这种自动总结的情况下 你会发现它其实就消失了 我们每看一个视频 其实不需要思考 直接放到PPGPT当中 你就能够获得这样一个 AI摘要 然后所有的亮点 都给你一一摆出来了 你会发现你的大脑当中 其实完全没有思考 这个摘要的总结 其实不是你自己总结的 你的大脑当中 可能看过这样一个总结之后 第二天绝对会忘 但是如果是你自己 手把手的一点一点写出来的 或者是你这边 去一点一点提问题出来的 那么你对这个相关的知识点 一定会记得更牢固 或者是运用的更好 所以我刚才讲到 其实工具它并没有 服务于你的目标 或者叫你的目标应该 当你有了目标之后 你才可以更好地去运用工具 但这款工具 它能够帮助你更好的记忆的时候 你去遵循比较难度理论 你就可以一样的使用方式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第二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翻转课堂这样一个概念 可能你的老师在课堂当中 也有运用过 你可以在自己过往的学习当中 发现一些规律 或者叫我们在看一本书 或者学习一本课程的时候 老师可能会先提出一些问题 我们大家先预计一遍 再让学生来自主地去 讲述整个课堂当中 所需要学习的支持点 其实它就是翻转过来了 不再是老师讲得多 而是学生讲得更多 老师则是提出更好的问题 老学生则是基于这个问题 进行不断的探讨 大家稍等一下 这里有一个提醒我休息的 堂窗 我待会等它过了之后 我就可以把它关掉 好那么你可以 那我们继续 我们刚刚讲到翻转课堂 学生讲得更多 老师讲得更少 如果大家在今后的学习当中 发现跟老师的互动 可能更少了 因为在大学之后 你可能会发现 很多的老师 他可能会照本宣科 或者是你更需要有AI 这样一款学习的辅助 或者叫学习助理 你可以自己去利用AI 来帮助你更自主的去学习 比方说我们第一个 被动提问 你就可以先让AI 来向我提问题 这个我 它可以理解成自己 我可以基于这个视频 直接让AI来告诉我们 我应该了解哪些问题 或者是我应该学习 哪些方面的知识 从而这样 你就达到了一个 反科为主的一种学习方式 你不再是让AI 来给出你一个直接的答案 而是让AI学习助理 来帮助你一点一点 去看完整个视频 或者是能够从问题出发 让你去主动探索 整个学习的过程 所以你带着问题去学 你的效果肯定会更好 特别是在GPT这种 对话式的学习方式 你可以理解成 每一个学生 他都有了自己的一个 私人教教 或者是我们称之他为 其助理 这样我相信每一个人 他其实都可以学得更好 并且在这个主动学习的过程当中 学习的摩擦力 其实是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的 因为我们讲高考 它可能是一个标准化考试 它的问题就在于 对我们每个人 他接受的教育资源 或者是你上课的老师 他的水平是不一样的 这样我们作为学生 我们去考一场标准式的考试 评分标准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学习情况 确实不一样的 那么每一个学生 他感受的摩擦力 肯定是不一样的 我们每一个学霸都会觉得 这个考试好简单 或者是我们学渣认为 这个考试好难 后面三道大题完全不会 所以AI带来的另外一个改变 就是其实每一个人都有 自己更合适的一种学习方式 或者是有更适应他 当下水平的一种摩擦力了 因为每个学生 他一定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学习 你这个必要难度理论 必要是在说 你既不能太难 也不能太容易 这样的话 你的大脑记忆才会更加深刻 之前有一个数值 可能是你在学习的同时 应该参杂一些 较为简单和较为难的问题 他的比例可能是在 大概是17.5%还是什么 具体我忘了 但是你在选择学习材料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做一个准备 你今天要学某个知识点 你就可以准备 自己相对来说 比较容易理解的部分 再准备17.5% 这种稍微需要一点难度 再去理解的内容 这样的话 你对整个知识点的学习 应该会更为深刻 有了AI之后 当然现在没有类似的产品 如果 但是我相信短期内 应该会有这样的 类似的产品出发 出来 就像可汗学院 就一个比较出名的 木课平台 它已经在用AI来作为这种 私人的学习助理了 就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AI助教 这个助教会一点一点带着你去 学习这门课需要讲的内容 在这样一个环境下 我们就达成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必要难度理论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合适的学习摩擦力 每个人都可以主动的 让AI来提问 并且主动的去获取 自己更感兴趣的部分的知识点 所以这个是第三部分 主动学习 我们在学习的同时 一定要有一定的摩擦力 这个摩擦力不能太难 也不能太容易 它可以回溯到必要难度理论 我们更有效的一种学习方式 就是要自己主动出发 在课堂上可能称之它为叫翻转课堂 在AI时代 我们可以让AI来向我们提问题 我们在学习每个知识点的时候 都可以带着问题去 这样的一定会让你学习的更牢固 觉得更好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第四个部分 励志篇 如何不羡慕他人 你可以 我会在网上发现 社交媒体其实是最火热的一个产品形态吧 不管是微信还是国外的 如今的 音视频 比方说抖音或者是YouTube 或者是大家熟知的B站 你会发现别人的生活好像总是 那么的有趣 别人总是学到那么多的知识点 能够从容的去分享 然后你会发现自己好像一连一能的羡慕他们 并且想要成为他们 你会发现当自己发出来的内容 或者是所展现给朋友的内容不够好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有一种负面情绪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人之常情的事情 特别是大家在发朋友圈的时候总是会比较斟酌 因为大家都想成为别人羡慕的人 那么你要成为别人羡慕的人 那么其实就意味着你其实在一直羡慕别人 那么我觉得这种羡慕它一定程度上好 它会变成羡慕嫉妒恨 当你的负面情绪不断积累的时候 你发现羡慕嫉妒恨它其实就是一个逼近的一个方式 或者说一个路径 那么羡慕嫉妒恨到最后你会非常厌弃社交媒体 你会觉得为什么别人的生活永远比自己好 所以如何不羡慕他人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你要有自己的志向 当你的志向足够清晰 你的目标足够明晰的时候 你会发现别人在做什么 别人在秀什么 其实都不重要了 你重要的是我今天有没有比昨天更贴近一下我的目标 我自己的志向有没有更具有可能性一点 所以这个部分就想给大家讲 如何励志 如何找到自己人生的目标 其实就像鬼灭之刃里面男主 但这里可能会涉及一点剧透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 是一种热血漫画 或者叫动漫 做得还非常好 它在第一部的时候 全家都被鬼 因为我们讲的灭鬼 鬼灭之刃 他全家都被鬼杀掉了 他的妹妹是唯一幸存的一个家庭成员 但是他妹妹也被鬼咬了 他的妹妹就游离于是鬼还是人 这个中间状态 那么他唯一的志向 其实就是我要拯救妹妹 我要把重新变回人 所以你会发现 他自己的志向跟他要成为的方向 就是一致的 他从来都是在做他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 你可以从中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更幸福一点 你不会那么容易的去仰慕他人的生活 或者是你觉得自己达不到别人那种好的程度 你会感到非常痛苦 所以这里我就讲到两个可知可行的方向 大家可以去思考或者是寻找 第一个就是要做自己喜欢的 然后上场的 以及市场需要的事情 你可以理解成这是有三个圈 这三个圈它其实是有重叠的部分的 那这部分可能是你喜欢的 这部分可能是你上场的 最后一部分可能是你觉得市场可能会需要的 那么这个事情其实是完全可以从自己喜欢的出发 为什么 因为你一定会喜欢自己 你一定会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得更上场 那你上场这件事情之后 你会发现你自己更喜欢了 你把一个事情做到足够极致 你会发现市场好像好像有人需要它 大家不要小瞧每一个足够小众的爱好或者叫兴趣 在互联网时代 你一定能够在足够大的范围内找到自己的统号 你会发现原来远在世界的某个角落 有人跟你做的同样的事情 或者说有人需要你提供的这些事情 那对于我自己来说 我喜欢的上场的以及市场需要的 其实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两个口 我说我叫驴镜嘛 就是放两口放两个口变成一个驴 所以一方面我喜欢携带码 我也比较上场携带码 以及我去发现市场所需要的产品是什么 特别是我做了B站之后 其实是能够在和大家的互动和反馈当中 发现原来大家对AI看视频有这样一个需求 所以这样一个结合点就到了我做BGBT的一个契机 所以我做了AI课代表 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去学习 以及我对学习本身的研究和思考 能够帮助我更好地去做这款产品 也能够更好地去思考大家需要什么 所以总结下来我自己是有一定的工程能力和产品能力 所以我就把自己的技术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其实你发现我做的视频也好或者是软件也好 其实都在于我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 其实我之前一直说我希望做一个能够在学习的同时帮助他人学习 以及在成长的同时帮助他人成长 这样一个愿景或者叫价值观 其实就在帮助我不断地去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 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可能这个会被归大成 儒家的叫什么来着 达人以达己 在以帮助他人为我的前提下 实现一种完成一种自我实现 我期望能够通过自己写代码做视频 把自己的所学或者叫所做的产品 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学习 那么你会发现如何不羡慕他人 其实你的动机就重要了 而且这里更强调的是你的内部动机 内部动机并不意味着你是靠胡萝卜或者是大棒来前进的 胡萝卜和大棒就意味着外部的奖励或者说惩罚 这个完全就属于外部的动机 大家在职场之后你可能会发现年终奖或者是直到要罚款 这个可能是你的外部动机 让你保持每天都上班全勤等等 但是你的内部动机变得更为重要 你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 你自己的自主性和掌控力以及意义感 这个是理论的三个词 这里稍微解释一下 第一个自主性 自主性意味着你可以自我去控制 或者叫你可以自主选择自己要做的事情 比方说你以后要写代码做产品 那么你有自己的动手能力 你就可以自主的去把这个代码完成它 掌控力也就意味着你对这个代码足够熟悉 以及这个是在你的能力范围内 它也一定程度上就像必要难度理论 你觉得你做这个事情不会觉得太难 当然你也不会觉得很容易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 去掌控你所做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你内部动机的一个很重要的点 第三个则是你要有意义感 你意义感其实很像一句话 就是sensing bigger than yourself 就是你做这件事情是为了什么 你觉得你做这件事情之后能够 对就是有一种sensing bigger than yourself的感觉 就是你的内心可能被充盈了 你觉得这个事情很有价值 你每天醒来都觉得我要去干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从自主性掌控力和意义感 这三个方面讲述了你如何找到你自己的一种内部动机 这种动机其实是不容易被外界所打压或者叫消灭的 你可以一直以来去保持自己内心的一种动力 它就像你的一个引擎一样 不断的去发动 出使你去自己的目标 你在实现自己的目标的路径上 就完全不会去羡慕他人 或者说不会那么在意他人的眼光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 我们要去做自己喜欢擅长市场需要的事情 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真正喜欢和热爱的东西 大家现在没有找到没有关系 你可以在大学当中去尽可能的通过看书 看视频跟同学老师的交流 去不断去发现它 不羡慕他人要有自己的内部动机 就在于你要去找到自己能够有自主性 掌控力和意义感的事情 OK我觉得今天讲的四个点都有了一定的阐述 在东南西北四个角 我也给大家推荐了一些书或者叫演讲 或者叫课程 比方说第一个推荐的也跟我们刚刚提到的 力气制片有关意义感 或者是follow your heart 就是如何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以及为什么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大家可以在乔布斯的斯坦普大学毕业演讲当中 找到一定的答案 他讲的三个故事 在我看来其实是一个故事 其实都是在讲他follow your heart这个概念 大家可以去看 第一个是点连成线 第二个是面对死亡 第三个则是 就死亡其实是一种筛选器 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 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那么你就会以这个选择来做出自己的判断 你会发现第三个展的是follow your heart 就是你只有追寻自己的内心 你才可以把这些点连成线 并且你只有面对死亡 你才可以意识到 原来自己当初做的这个选择 是让自己能够寻找到 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的一个路径 而且这是唯一的路径 大家可以去多看几遍 去自我体会一下 这个游戏改变世界 其实是动机理论 有了另外一种阐述 就是游戏 游戏或者叫游戏化 为什么能够重新改变 真实世界的一个原因 第三个则是这本卡片笔记协作法 其实就里面讲到了 我们如何去利用必要难度理论 来让自己对某个知识点消化的更好 第四个是 觉得华山它是一个实践派 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已经扮演了它的角色 那么它在中 在现代化 在AI这个时代 它有什么样的重新的阐述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包括知情合一 这样一些概念 它如何在新时代进行重新的阐述 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就行动为什么是一种知识的同步 对 这句话其实是我自己的一个理解 我理解的知情合一 就是知识的同步 你能够把知识同步成你所强述的行动 或者是你采取的行动 这就是我们要思考和践行的一个问题了 OK 今天我觉得分享就到这里 看看大家有什么疑问 或者是我们对某个部分有更深入的探讨 好的好的 感谢丽青的分享 刚才丽青提到了自己做B站主族经历 还有做程序员的经历 我比较好奇的丽青是因为怎样的契机 走上了这样一条路 所有年轻人在最开始的时候 他可能不知道自己新闻什么 那么你是怎样逐渐发现了这条路 我觉得一直以来我都比较喜欢分享吧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博客 在音视频发展起来之前 我就已经在输出一些文字了 包括大学里面你看写过的一些 比如说出走请示 或者是这种周期性大一副等等 还有对于知识和学习的一些思考 我觉得在最最开始 就已经在尝试通过分享的方式 来获取反馈 或者叫想要帮助他人 就像我前面提到的 在大学的时候 我就尝试去找自己真正想要干什么 或者叫自己对某个要做的事情 有一定的模糊的认识 那个时候我会觉得 如果我能在学习的同时 帮助到他人学习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非常值得去做 所以在高中的时候 我还记得在高考之前 我当时有在班上也做了一个小分享 那个时候就是单纯分享一些 考试的小技巧 比方说大家在考数学的时候 你会发现数学的几何题 它至少一定是标准化的图形 直角它一定是直角 它的30度它一定是30度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用纸子去量 或者是有另外一个小规律 选择题不是12道题 那么通常来说 它可能一定是3A 3B 3C 那么当你遇到3A 3B 3C之后 你会认识到最后一道题 因为最后一道题一般比较难嘛 你就会一定会认为 它可能会是4A 3D 这样的话它才是一个平均分布 但是最后一道题 往往一定大概率 基本上也许就不是D 它一定会是ABC这里面的某一个 所以类似于这种规律 或者是包括圆锥曲线 我也发现一个更为巧劲的一个算法 就是我自己总结的一个小规律 你会发现这种事情对于我来说 我自己是比较兴奋的 以及我自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断获得反馈 因为你去分享一个东西 它有时候它的反馈 大部分都是比较积极正向的 而这种积极正向的东西 可能也加深了我走上这条路 就为什么我会去做更大范围内的 视频类的内容 以及我为什么要去做了BBGBT 能够让大家都用起来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跟用户的交流 你会发现 也有了对更多学习者的认识 对 所以总结下来 大概是自己对于这件事情比较热忱 也在这个过程当中 获得了较为正确 或者较为正向的反馈 从而能够让我一直坚持下来 是这样子 刚才我看到林青放自己的博客的时候 我就挺有感受的 其实在互联网上做这种分享 尤其是像写博客 它不像发一些自媒体平台 可能就没什么人看 但是你仍然在坚持 我觉得这算是一个 之前那个时代 所遗留下来的一种 很好的风尚 就不知道大家会有这种感觉 会有很多互联网上的一些热爱者 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就愿意去分享自己的感触 记录自己的思考 但是这一切又不是像今天一样 大部分的自媒体去为了流量 而他们就是为了享受这个过程 和同好去交流 这个过程中渐渐的就滴水穿石 就成为了现在的你 对 我觉得分享可能有三个 第一个阶段 你单纯是为了 我应该把这个知识 做一个笔记 你可以看作我之前的博客 可能大部分是我学习的技术笔记 我在通过写作的方式 能够加深自己对知识的认识 第二阶段可能会获得一定量的反馈 你会发现原来别人也在学这个 或者叫或者单纯是一种正向的鼓励 你会发现互联网上大家还是相对较为友好的 当然对除了某些键盘侠或者干劲除外 那么大部分其实是比较友好的 第三阶段你会发现在互联网上 大家真的是在以文会友或者叫通过作品来认识人 你有了一个产品之后 你会发现你认识的人其实是更有趣的 就包括我和小超的认识 那么我们其实都是在主动输出的同时遇到自己的同路人 所以这种链接你会发现比单纯你在校园里面 或者是身边的朋友可能会更加该怎么形容的 就可能更加对位一些 对就这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笔记 第二阶段是讨论第三个阶段 就是人和人之间的更深度的链接 对了 其实这个过程我觉得对于准大学生有一个很深的启发 就是你们在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成长和学习过程之中 就不要闭门造车 就自己一个人不停的捣鼓捣鼓 其实你在捣鼓的过程之中 你的这些经验这些思考 你去想办法去跟外界去形成这样的交互 你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池塘 这个池塘它不能是一汪死水 那么你需要有水流出 你也可以注入到汪洋 注入到大海 当你流动起来 你会发现自己的思维就更加的活跃 同时有各种各样的鱼啊虾 还有真奇野兽啊 就会出现在你的视野中 不然的话那一汪池塘很快就臭了 这个比喻特别好 并且我还有个 你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 也曾有遇到过迷茫和低谷吗 迷茫和低谷经常有啊 经常有 你发现其实我还比较真实的 记录下自己的一些东西 你发现这里有一些什么随笔啊 或者是类似于这种对话的 其实都都会有 对迷茫和低谷 我觉得每次其实都会变成 更为有价值的 你也不能叫它财富 没有人会歌颂苦难 我觉得在大学里面 我比较低谷或者叫比较迷茫的一个点 在因为我是学的电子信息工程 我们我当时有准备一个 一个菲斯卡尔的赛车比赛 大家可以简单想象一下 这个比赛其实就是你要从零开始做出一辆车 并且这个车它是要有一定的自动驾驶的功能 我们会搭跑道了 然后这个跑道可以有不同的分类 比方说你可以用摄像头或者是光电 或者是磁场 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在这个跑道上跑出速度 最后就是比谁更快 我前面也提到了 因为它是要从零开始 所以它的制作周期非常长 并且你要你投入的心血也是非常多的 我是当时跟两个队友基本上坐了两年 最后结果很不好 就是我们省赛的时候甚至没有跑出车出了故障 它就完全没有跑出它的应有的速度 它是左右左右这种歪歪扭扭的把整场跑了下来 因为哪怕你冲出跑道 我都还有重新赛一次的机会 但是它没有 它只能扭扭连连像一个小孩一样 跌跌撞撞的到达了终点 所以就很无奈也是觉得两年的心血好像就就败北了 所以这个事情还对我感触挺深的 包括包括现在想起来 其实也会觉得还是挺可惜的 而我觉得这个事情对于我自己现在来看 我会去思考为什么我要去做这样一个事情 并且因为大学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比赛 包括机械币无人机或者是等等各种各样的项目 很难的 但是为什么我选择了这样一个 我认为可能是在整个大学里面最难的一种科研项目 你也不能叫它科研项目 就是一个科研比赛 当时也没有想象它可能会对未来比方说自动驾驶 它可能是息息相关的 因为那个时候可能12年前 真的是12年前 你不会预见到原来现在特斯拉或者是小鹏这样的自动驾驶公司 它其实需要的就是我们当时所用到的摄像头技术 或者是光电等技术 但是肯定是没有想这么多的 但是我还是会去选择 就是因为我觉得它很有意思 它足够酷也足够难 可能它也对我现在有帮助 就比方说现在AI产品很多 特别多 大家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总结网页 总结或者是单纯的恰吉比提套壳 但是我完全不会去做这样一款相对来说很简单的事情 而是我觉得我就去啃了一下音视频 比较难的一个技术方向或者叫产品方向 你比方说字幕识别 包括文章试图等等 其实它远比你去下GPT套壳难得多 我也觉得如果我先做了音视频这个领域之后 我其实做其他的一些工具简直就非常简单 为什么因为我做了音视频之后 它也是要转成文本 再对文本进行一个总结 并且我还能够对图片和音频有所关注 所以我做这件事情 一方面是做了一款差异化的产品 另外一方面是沉淀了一些技术能力 技术基础或者叫技术难度 它是远比所谓的套壳APP 或者是它要难得多 所以你会发现它其实就一定程度上 可能点连成线了 就按照乔布斯演讲里面所说的 它真的就是点连成线了 我以前未曾想过的这件选择的影响 会在今天和12年前就创起来了 当时我是这么选的 那么现在我依然是这么选的 选你自己最感兴趣的 哪怕它是最难的 所以真的你会发现 就点连成线 你要去选你自己真正感兴趣的 历清提到这个让我想起了 我在大学时也没有过类似的经验 但是我没有你这么夸张 两年时间做一个项目太夸张了 但也不是两年所有时间 在报名开始之后 我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 我已经参加连续两年的全国大学生计算机计设计大赛 前两年都做了交互媒体 都是像杂志啊 交互国奖的 从国三到国二 第三年我想拿个国一 但是我没有走老路 就是走老路太无聊了 我就开始拍定格动画 去请自己想 所有的配音自己配 所有的那些卡通插图 请同伴在纸上 然后剪下来一点一点去弄 因为这个东西是从零开始 我们当时的设备十分的扎 拍出来的话 这不是很清楚 后面我们连审赛都没有过 但是这个经历确实 你就是相当于 有更容易的拿奖的路 你不选 你选了一条更难的新的突破的事情 但是这个事情就和你刚才有点像 而且我觉得可以用游戏做比喻 你就是选择一个比较难的关卡 虽然你没有把这个关卡通关 但是你带完那些容易的关卡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对吧 就像你刚才所说的 现在做了这个BBGTT 然后你再去做其他的项目 其实就会更简单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把目标放到更高一点 追求一流 反而会让自己能力的提高 看到其他的东西 就会觉得更加简单 不容易产生畏惧感 就希望评估机前的 学生就看到 能从他的故事中去学到这样一种精神 而不是说自己的生活 只是一种得过且过 因为得过且过的人生 就没有这么精彩 毕竟其实现在的生活 我觉得还蛮精彩的 包括你现在作为一名创业者 以及独立开发者 同时你也是一个国外公司的远程兼职 对吗 其实还蛮多角色在你身上的 同时你的生活也非常低分多彩 那在这个过程中 你觉得创业这件事给你带的一个感触是怎样的 这个也可以讲故事 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参加的社团其实就叫做创业与就业协会 你发现那个时候也是跟学长 我们当时也有做一个产品 但主要是我们的学长 因为我们是就创协会 就业和创业这两条路都会去做 当时大家现在用不到 但是三年后或者是四年后 你会用到这个叫实习森的平台 当时就是我们西南交大出来的一个产品 并且后面发展还挺好的 这个事情在就创协会的时候 我对于创业的认识或者叫渴望 其实就有一定的萌芽 当时的我或者叫当时我们社团里面的人 其实都有一些共性了 包括大一的时候 我其实就做过一些所谓的倒买倒败 包括电脑啊 学习资料 也是什么什么的 等等 其实当时也就是一个尝试 这里面有两个故事可以讲 第一个就是在我们做这个事情的 其中一个部长 他就决定全身心放下这些事情 去做科研 你发现创业这个事情 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或者是要你尝过一些甜头之后 你就可以做自己更好的选择 因为你首先你得两条路都去尝试一下 这位学长可能选择的是后面再去涂个言 第二个小故事 就是另外一个工作的学长 他告诉我说 创业其实是一种态度 你为什么想要创业 其实是为了给世界留下什么 或者说你让世界更 就make the world the best place 就是你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一点 其实本质上我觉得就是创造 我觉得我做分享也好 或者是做产品也好 本质上我最热爱的应该是创造 你可以理解成创造和分享 可能是我的两个底层原动力 就一方面创业这个事情 它并不一定是你要去办一家公司 而是你要你有了一个创造的产物 就比方说是你的一个公众号 或者是你一个频道 或者是你做了一个小产品 你想要让它发展更大 所以你通过一家公司的方式 就以更商业化的运作 让它变得 但是它的根本或者叫本源 应该还是你要通过 创造和分享的方式来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对所以单纯的 就回到我们最开始的单纯的倒买倒卖 我觉得倒不一定的是 我对创业的认识 这里面是有一个递进的 不断深入的认识的 对 当然我也不否认说 老卖老卖是没有价值的 就比方说很多talk app 他就是 把这个别人用不上的东西 你在中国合法提供了 或者是非法提供了 那么这个事情 它价值到底几何 我觉得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吧 对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 我可以跟立青分享一下 就我的看法 我觉得创业者可能就分为 在典型的两种形式 一种就是现有的商业模式的一个复刻 就比如说像除信息差 像你刚才所说 那个其实就是消除信息差的过程 其实这个世界上 既然存在信息上 自然有人去消除 但是另一个方面就是 会有一些前沿者的创新 创造者的创业 就是说的这一种 这个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东西 我要把它给造出来 这个世界这样子不太好 我要把它变得更好 那就是从无到有的创造 这一些人 我觉得他们身上是闪烁一种 人类的光辉 是一种文明的光辉 而前者他们可能 可能更多是为了一种谋生 这样的生存 这样的频繁 确实也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生活的便利 前者一个是在探口边缘 一个是在最底层的大众 给更多人服务 我觉得他们是一个递进关系 所以也是一个先后的关系 一定先是有前沿者 才会有后面的人 可以去消除信息差 如果没有这些制品贴 你想套壳 你套谁的壳 所以它会是一个这样的关系 是的 好 那我看一下在场的其他的观众朋友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或者我们直播间里的小伙伴 也可以开麦进行交流 就如果有问题可以现在提出 Hello大家有问题吗 历青是哪一年毕业的 我是2015年毕业的 所以我说2011年 我应该就是刚好大家的这种状态 参差12年 刚好12生肖一轮 毕业过去8年 8年相当于两个大学 你觉得在大学的这4年 和在社会的这8年 他们的最显著的区别是什么 最显著的区别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图书馆的区别 怎么理解 我在大学的时候 非常喜欢去泡图书馆 我特别喜欢我们图书馆的5楼 为什么 是因为5楼它是一些新的书 新到的书 你知道它没有被分文别类 图书馆里面还没来得及 把那些书 分到各个学科 所以你会发现 这里面的书 其实一方面比较新 另外一方面 它完全是比较跨界的 你可以在一个书架上 找到各种各样的 各个门类的书 我就特别喜欢去 这里面去翻 可能各个领域的一些 知识点 知识的书 也一定程度上 可能让我对很多的领域 或者叫知识点 非常感兴趣 对 而另外一方面 图书馆的氛围 也是一样的 就是我可能 一个5楼的人 可能是最少的 我会把很多领域的书 直接扑屏 摆在一张桌子上 然后同时去看 我觉得这个 就特别享受吧 这个过程 也会觉得比较满足 也一定程度上 让我去发现 我好像对某一个学科 更为感兴趣 就比方说 我当时对心理学 对于认知科学 就非常的热忱 我觉得这个有两个角度 第一个角度就是 你得体验过 或者说看过足够多的 各个领域的知识之后 你得先看过足够多的内容 就不一定是你完全读不完 你哪怕只是翻一翻 你也会发现 自己好像对某个方面 更激动一点 另外一个角度就是 在大学里面 我觉得图书馆 应该是最为有价值的 或者叫炮的一个地方 我刚才提到说 到了毕业之后 你又发现 这样一个成熟的宝库 其实就没有了 当你去图书馆里面 找资料的时候 和你在互联网上 找资料的时候 完全是不一样的体验 就是你自己 首先肯定是实体和数字的区别 另外你也没有一个 所谓的大杂烩的一个入口 就像我为什么提到 是五楼的新书的一个展区 是因为那个时候 就是每一个月 或者是每几周出现的新书 你发现这样一个 一个产 它其实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 就包括你去逛豆瓣 它可能也只是新书的一个宣发 或者是一个一个场景 它并不一定是那么跨学科 对 然后另外我自己其实也会在marginnote里面 就是作为一个自己的藏书的一个图库吧 其实有点类似于这样的感觉 但是这种感官上的体验应该还是差很多的 所以所以这个是我认为最大的一个区别 图书馆是吧 其实我发现我们的信息点还蛮多重合的 我大学时候也特别感兴趣 我把学校图书馆心理学书就全刷了一遍 心理学中我最喜欢的也是认知心理学 因为可以学以之用 你的认知你的学习 还是它跟什么东西相关 你一边研究这些 你一边思考如何记忆如何学习 这种学以之用的感觉 你会觉得自己学的东西 并不是一个笼统的书面上的东西 另一方面我毕业这几年 我来到深圳 我每去一个地方 我就会跟这个地方的图书馆形成很紧密的关系 因为深圳这个城市 它可能会提供不过多的文化设施 每一个区都会有一个图书馆 而每一个图书馆基本上都是一栋楼 所以这个和大学会有点相似 它给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延续性的阅读空间 不过随着长大 现在其实看纸质书的时间是越来越少了 因为箭子书实在是采访 我们看包括我们做笔记 包括我们这套标注 还有如此种种 所以图书永远是人类进入的阶级 现在即便或者说互联网的信息非常多 但是碎片化会很严重 而书本一个信息密度 还有体系化 都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深度探讨的 然后应该要养成阅读的习惯 这也是我的一点的认识 看一下其他小伙伴 有没有什么想问的问题 直播间的各位 还有同学会议的大家 如果想问的问题可以提出来 如果没有 那么我们就进入 历清你可以结束这个屏幕分享了 好的 结束了 好的 稍等片刻 电脑好像有点延迟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共享的屏幕吗 可以 稍等我播放一下PPT 对刚才已经走过了这一个环节了 就是主持人的访谈环节 还有观众互动环节 可能是因为时候有点晚了 观众都有点犯困了 所以今天没有太多的观众互动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这些今天的讨论中会有很多一些精华部分 我们会在结束之后 后续进行一个加工和提纯 然后变成一个长效的内容 保存下来 之后有重大学生 也可以用这个来给他一些帮助 第四个部分是关于我们的一个介绍 就是这个 A2时代的重大学生 我想对你说是 由独木鸟发起的一个工艺项目 那么什么是独木鸟 独木鸟其实是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独木 一部分是鸟 独木象征着一种独木成林的底气 还有独立自强的意识 以及厚重扎根的积淀 而鸟呢 它意味着一种轻盈的灵动 以及展示飞翔的自由 还有酣畅灵的鲜火 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 都既有树的一面 也有鸟的一面 这个就是小的一个品牌理念 我们想解决怎样的问题 主要是这三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年轻人的困境 就包括我们在社会上 在网上看到的一些焦虑 内卷 孤独 以及失去理想 非要单一 迷茫空虚 缺点冲击的这种状态 然后第二个就是内容的困境 这可能是技术带来的 一种负面效应 包括算法 然后导致了信息减防 还有现在的创作者 在网上发的内容 就是必须要考虑到算法 于是就会带来一个 功力导向大于精神价值 你就这样会导致一个 理想和现实之间 存在幻觉 很多年轻人 看多了网上的信息 走到现实中 发现理想破灭 为什么网上都那么光鲜 所以就这样 变成了开始焦虑 开始内卷 或者开始躺平 第三个就是技术的困境 其实科技黑箱和人的距离 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因为很多科技 在刚出现的时候 它并未和人文充分的融合 而且它还可能带来 焦虑等副作用 就包括AI崛起的这个时代 怎样去体现人的价值 还有很多人焦虑 被抢饭碗怎么办 AI绘画这种 抢了化石的饭碗 然后这部机抢了文案的饭碗 其实这些焦虑 我觉得大可不必 但是这个就是 因为技术没有和人文 充分融合的一个问题 而这三个困境 其实是相互递进的 就是年轻人的困境 我觉得是由 内人的困境所引起的 而内人的困境 又是从某方面 是由技术的困境所引起的 这个就是 独秒想解决的一个问题 我们做了一些怎样的 像我们成立了一个亲眼组织 叫群鸟 然后聚集了上百名温暖 真正的年轻人 覆盖了从清华北大 东大五大 中山央台 这样一些国内院校 到早大田大学 华盛顿大学 堪塞斯州立大学 这种海外院校 从中学生 本科生 还有博士生 到老师 律师 医生 工程师 程序员 自由让人等各行各业 我们做过了很多一些 和市场上不一样的尝试 我们彼此写信 深夜电话 线上沙龙 我们还发起了那种 群角挤油杂货店 做免费的心理咨询 我们还拍出了 特外记者到海南采访 旅居流浪的同伴 完成了数万字的故事连载 我们会做一些这样的事情 还有就是像 现在大家所看到的公益项目 AI时代的主大学生 我想对你说 也是寻想发起的一个公益项目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有我们的项目官网 有我们的线下活动 有我们的四个主题 还有今天的分享海报 还有一些其他的分享嘉宾 这些分享嘉宾 也会在这个月之后 给大家去进行分享 我们还用AIGC 进行了汇管的创作 后续我们的项目宣传片 也会在B站发布 大家如果感兴趣 就可以扫码访问这个项目官网 除此之外 我们还做过独立杂志 独目 大家可以看到 扫码可以观看这个杂志的电子版 我们出了电子版 实体版 还有音频版 各种各样版本 就从头到头 还有我们再给读者写信 用创作去点亮一个又一个 非常具体的年轻人 大家可以扫码可以看到 一些非常具体的故事 这是一些读者留言和评论 我们前不久还和西流 也就是中国版的Notion 签订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 我们会把创作和技术 更深度的去融合起来 看将来能够给创作者 去创造一个这样的内容宇宙的空间 再然后我们还做了独立杂志的 一个漫画IP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些可爱的漫画形象 咱俩的话可以看到 我们之前做的漫画案例 然后我们想以一种 生动有趣的一种内容形式 去真正去打动年轻人 而不是说我们 只是以一种说教的形式 去向大家传达我们的观念 寓教娱乐也是我们的一个追求 除了漫画 我们还有真人IP 对 这是最近做的头套 你看大家 林凯 后续我们可能会做出像 暴走大事件这样的真人的节目 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今年应该可能会有几期 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些 大家觉得都是为爱发电的 之前我两年前我做了一个支付费的 一个商业验证 就是公众号SUVG的高级教会教学 其实这个也是反而有货图的盈利 这说明独木鸟的这个创业 其实是可以获得一些 实打实的商业回报 只要我们能够将其更加的系统 包括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我们会把内容宇宙独木 产品化更进一步 我们会把这个公益项目的社会价值 更加扩大 同时我们也会开始 在自媒体上深耕去创造影响力 最终我们想把独木鸟打造成中国的迪士尼 然后用更生动有趣明亮的创作 结合科技 给年轻人追逐理想 提供力量和勇气 我有个观念 我觉得人生其实就像一个汪洋大海 很多人踩在石块上 他是看不到前方的 就好像我们在一个游戏中 游戏中会存在战争迷雾 如果当时都是战争迷雾 年轻人其实是不敢往前冲的 所以我们想让独木鸟成为年轻人的侦察兵 然后给他们视野光亮和勇气 就是一旦年轻人不再位置不前 他们敢于向前奔跑 探索的地图足够广阔 那么他们就一定会找到宝藏 我对于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 因为所谓宝藏或者说成功 或者说你找到自己人生的路 其实就是一个概率事件 那么概率事件只要乘以足够多的次数 就是你尝试的频率 你勇敢往前冲的次数 那么它就是一个必然 所以我希望各位准大学生 你们一定要坚信自己的人生 我们一定要勇敢地去尝试而试错 因为年轻就应该这样子 不然你如果只会重复和模仿 那你就只会活成别人的人生 这个也是独木鸟想做的 我们需要去聚集这个社会的共识和力量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 因为优秀的志同道合的人是最关键的 我们希望独木鸟能成为 这个世纪的新青年 聚集一批有理想有能力的恰同学少年 第二个就是合作 我们需要社会上的有志知识和相关机构的支持 包括高校还有教育机构 工艺组织 文化传媒 互联网产业 潜艺技术研究 创作者这些的合作 第三个是资金 资金其实是非必须的 它只是一个加速器 即便没有这件事 我们也会一直向前 就像此前那么多年一样 总之 非常欢迎 感兴趣的小伙伴 联系我们 未来我们或许可以 共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这边是我的微信 这边是公众号独播讲 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 说不定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其实之前有人问过我 他说 你做这一些 其实大多数现实主义的人 是没有兴趣的 他们不会被你打动 但是我想的是 我们其实只需要去在乎 那些能被点亮的人 而不必担心谁不在乎 就是当我们能够影响的人 足够多 这个群体的效应 就会体现过来 社会它是存在一个 网中的链接的 中间的人 他会自然而然的 被那些我们这群人给带动起来 这某种程度上 它就是一种涌现现象 就在未来 也许会有一天 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 中国的年轻人 就能像朋友的热乱一样 各个都和丽青一样 都会有自己的新的创造 有自己的勇敢的尝试 然后能够勇敢的向前 明亮乐观 又轻盈又厚重 而且没有畏畏缩缩 眼里有光 争当一流 这个就是独无鸟 想创造的 那个令人惊艳的世界 好了 这个就是独无鸟的一个介绍 今天的这场分享 我觉得非常精彩 非常感谢丽青的分享 我们大概就到这里 可以结束了 好的 也谢谢小超 非常感谢这次的邀请 我觉得这个事情 真的非常有意义 好的 谢谢大家 后续的分享 也欢迎大家继续 好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